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大家好,我是Jamie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最近呢,恒大的危机可谓是全世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之一 我们这一期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从恒大危机株可以学到什么经验和教训 如何从这些经验和教育中完成我们自己投资原则和理念 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呢 请朋友们花三秒钟的时间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并推荐我们的频道 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中提高节目的质量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干货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恒大呢,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建筑商 这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恒大危机 就源于恒大在9月份到期的两笔高达 8300万美元的债务 在恒大可能程度上呢,无法进行偿还 同时呢,它还所借贷了所需高达4750万美金的利息 其实呢,对于恒大而言 它在2020年的收入在770亿美元 从它的收入和可能违约的债务之间的比例 其实对于恒大来说呢,不算什么大问题 但是为什么恒大会陷入这样的经济危机当中去呢? 为什么世界将这次恒大的危机比作2008年的雷曼时刻呢? 我们作为房产投资人想和大家看看其内在的原因 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恒大缺少充足的现金储备和现金流 同时,另一个恒大债务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高达3000亿美金的债务 除了以上两个基本原因 我们再来看看恒大为什么会出现现金流短缺和过多的债务 恒大之所以出名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房地产生意 大家一提到恒大直接就联想到了房地产 但是如果你近距离看一下恒大集团的生意 你就会发现恒大不仅是地产生意 它是一个投资集团 企业将投资触角投入到了非常多的领域 这也是恒大出现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什么意思呢? 当恒大投资建筑房地产到了一定程度 房产和地块可能出现了饱和 使得恒大没有办法利用以往的速度进行扩张 那么它就脱离了它最为擅长的房产建筑领域 将大量的借债所得的资金 投入到了它所不擅长的领域 比如恒大电动汽车 恒大足球队等等 巴菲特经常告诫投资者 对于投资而言 永远待在自己最擅长的投资领域 不要贸然的投资自己不懂 不擅长的领域 这也就是Invest和Gamble的本质区别 第二点呢 就是恒大从银行的贷款出现了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呢 对房产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定义 同时由于房产市场存在可能的危机的管控 中国的银行呢 对房产企业的贷款出现了明显的收紧的状态 不达到政府规定的房产企业 就很难像以前一样拿到银行的贷款 因此呢也导致了恒大集团的现金流危机 第三点呢 就是中国人的观念一般都是想要购买新房 而非二手房 而在中国经营新房买卖 一般都是购买七房而非现房 这就造成了一个潜在的问题 那就是呢 购买者当出现买房时 房屋还在开发状态 开发的阶段 购房者呢 将押金首付付给了恒大 恒大拿到钱款以后呢 应进行房屋的建筑 但由于房屋建筑时间较长 购房者的首付呢 和押金放到建筑过程中 无法为恒大产生更多的回报 就使得恒大呢 将储备不用的资金 投入到了其他领域 而非 而这些其他的领域呢 首先 恒大不是专业 虽然纸面上的ROI不错 但是呢 实际情况的ROI和projectROI相距差远 导致了资金被困住 影响到了企业本身的资金流 和储备金 当然恒大危机的问题 远远不止这些 有很多更加深层的原因 我们也无从知晓 作为房产投资人 我们从恒大的危机能学到什么呢 第一点 专注而且关注自己擅长的投资领域 这是巴菲特经常告诫投资人的 从恒大的这次危机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 恒大overreach too many investments 它们不擅长和不懂的 一定要记住 有钱可以投资只是第一步 而如果将资本运用到正确的投资道路上 是需要在你了解和擅长的领域上的 不是什么都可以投资 第二点投资一定要从小慢慢变到大 投资都是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学习投资方面的知识是第一步 然后将学习的内容通过实践反映出来 从实践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 然后加固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然后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上 慢慢地将自己的投资做大做强 第三点就是不要overleverage 运用杠杆是积累财富的非常重要的工具 但是一定要有个度的限制 看看现在的恒大和零八店的集中危机 大部分出现债务问题的投资者和投资公司 都是overleverage导致的 overleverage在市场好的情况下 可以迅速帮你积累资本和财富 但是到了逆风的时候就会让你赔得更惨 在这个地方我需要多说几句 由于现在资本市场的混乱和疯狂 几乎所有人都在overleverage 不论是在stock market上用margin account overleverage 还是在crypto market用bitcoin为collateral overleverage 具体购买assets 或是在房产投资过程中不断地cash out refine overleverage 来购买更多的没有cash flow的real estate overleverage最终的结果就是像恒大一样 债务压身 当出现均匀动荡的时候呢 使得你可能积累的资本瞬间清零 投资要事业运用杠杆 但是一定要有控制杠杆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一定不要overleverage 第四点呢 就是一定要足够的储备金 我们假如幻想一下 如果现在恒大手里有充足的储备金 储备金达到它净资产的10% 那么可能现在恒大的危机就几乎可以抵消了 这里有一个悖论 那就是呢 过多的储备金放在银行 无法为你带来回报 但是如果没有储备金 一旦出现了问题 就会导致没有现金 无法偿款debt而违约 所以呢 我们作为专业的投资者 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比较sophisticated 那么储备金一定至少要你净资产的10%左右 第五点呢 就是学习投资才是投资的本质 无论如何 还是要回到投资的本质 那就是呢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实践 不断总结 不断地再学习 学习的方式呢 有很多 比如说听podcast 看理财的书籍 参加理财 会议 结交更多理念相通的朋友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好了 这期我们就说到这里 希望朋友们喜欢我们这期视频 请给我们点赞并推广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